你见过可以美到让你雌雄的蜡烛吗? 这是一种有着几百年历史的传统手工雕花蜡烛 最早出现在德国和荷兰 在热蜡中进层并雕刻出华丽的图案 传统的蜡烛雕刻技术需要将彩色和带状层切割成条状 然后粘附在蜡烛上 雕刻、折叠和刻痕等雕刻技巧 为蜡烛增添了华丽优雅的色彩 首先要制作新型石蜡皮料 根据所选的配色方案 将蜡烛皮料进入到装有彩色石蜡溶液的容器中 有多达10到12种不同的颜色 容器带有电子恒温器 搅拌容器中的石蜡 使染料均匀的分布在整个皮料上 为了固定颜色 每次进制后 还要将石蜡皮放入到室温下的水中 这个过程要重复20到40次 在建立起热蜡腾之后 蜡烛在失去基本的容忍性之前 要立即被雕刻 留给雕刻师的时间也只有10到20分钟 雕刻师熟练的运用特有的工具 主刀、环刀和用于装饰蜡烛顶部的道具 其中主刀具具有指令 实用于创建大多数雕刻的细节 环刀用于切割特殊图案 制作波浪形、螺旋形和蝴蝶结等 雕刻完成 使其冷却并涂上固定清漆 蜡烛专用清漆 不仅可以增加颜色的亮度 并为成品赋予美丽的光泽 还可以保护蜡烛免受外界环境的影响 雕刻蜡烛在节日婚礼和作为原创礼物时 尤其受到欢迎 点燃之后 更是呈现出美轮美奂的色彩 所以如此精美的雕花蜡烛 你们觉得卖多少钱合适呢